超席说本港新增大约20人感染新冠病毒 大部分与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 而政府说科兴疫苗已经准备就水 星期五开始接种 呼吁市民尽早打针 首批大约100万剂科兴疫苗混底本港之后 星期二开始 5个优先接种组别的市民 可以网上预约 星期五开始到5间社区接种中心 或者18间普通科门曾接种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接种工作准备就水 又呼吁市民打针 令社会尽早有群体免疫 为通关等提供近有利条件 对个人自己 当然一定是打是好过不打 如果大家说 那我何时打好呢 是不是要再观望一下呢 其实我也呼吁大家 早打一定都是好过迟打的 如果对整个社会来说 我们如果是越多人打 一定是对社会的效益越大 陈兆史又说行政长官和司局长 这个星期初率先接种疫苗 希望为社会起示范作用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也在网志说 科兴疫苗公港 不单只巩固香港防控疫情的工作 也有助经济早日复苏 市民恢复正常生活 以及香港和内地人员恢复正常往来 为香港注入强心針 至于Beyond-Tek伏必泰疫苗 这个星期稍后到港 到时市民可以在24间 专门接种伏必泰的 社区接种中心打针 无线电视机在邓杰刑报导